北京把冬奥会来宾关进泡泡集中营习近平多次视察 1月23日 据新唐人报道 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业已攻入中国首都北京 2022北京冬奥会残奥会能否顺利举办 被世界聚焦 中共当局为举办冬奥将采取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泡泡式封控措施 外界认为这可能将是奥运史上最不轻松愉快的赛事 双奥并行北京高度紧张 2022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4日开幕 2月20日闭幕 整个赛事将在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举行 其后的残奥会将于3月4日至13日举行 为期10天 不巧的是 传染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正在距北京126公里的天津迅速扩散 天津当局在1月12日命令全程自当天下午开始紧急放假半天 1400万居民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 天津当局宣布该市的人大正写两会推迟召开 就在北京当局高度紧张 摆出严防死守姿态时刻 奥密克戎及时攻陷了北京 外界戏称 北京迎来双奥奥密克戎和奥运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通报称 1月15日有本土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通报称 本土确诊病例居住在海淀区上帝街道伯亚西园 1月15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中国籍 1月11日从德国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海关经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后 经闭环管理送至集中隔离酒店 1月14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1月15日转至定点医院 1月18日 北京市召开第268场中共病毒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称 1月17日零时至1月18日 北京在天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核酸检测阳性者 海淀区 曹阳区都有新增病例 按形成轨迹 确诊病例亦为1月15日通报确诊病例的母亲 确诊病例二亦为1月15日通报确诊病例的单位同楼层同事 工作单位地址为海淀新技术大厦 其中最让中共恐惧的病例为曹阳区核酸检测阳性者 1月20日上午 被公布为确诊病例的男子2021年11月到北京务工 他在1月14日出现感冒症状 17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核酸检测 1月18日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复合结果为阳性 并同时检测出德尔塔变异诸特异性突变位点 虽然中共一直隐瞒真相 外界始终无法知道中国真实的感染人数 但仅从官方公布的病例 也无疑给即将在2月4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蒙上阴影 其实 中共当局早料到这种可能 所以 在没有迹象表明最高当局有意叫停或申请缓办 此次冬奥之前 外界看到北京祭出迄今最为严厉的参赛规则 即全程全域闭环式泡泡管理 1月4日 北京启动赛时闭环管理式运行 一切将在隔离的大泡泡中进行 北京如临大敌 官方下令严防风险人员通过第三地进京 对出现病例的所在是实行停航 停售 暂停进京的三庭措施 截至本文发稿 中国已有10个城市出现奥密克戎本土疫情 北京把来宾关进泡泡集中营 整个冬奥会期间 为限制感染的传播 运动员 辅助人员 志愿者和媒体都将处于一个所谓的闭环 也就是泡泡管理之中 这个闭环并不是在北京隔离出一个巨大的区域 而是由无数个迷你泡泡组成 乘飞机抵达中国的人员 从飞机在北京降落到乘飞机离开将一直处于闭环内 在冬奥会期间 所有人员都不能离开闭环 闭环还包括人员在时速区域和三个相距180公里的赛区之间的流动 关于泡泡内封闭的人数 法新社引述中共官媒估计称 将有约3000名运动员参赛 1万名媒体人员参与报道 还有大批工作人员为冬奥会场馆的运转提供支持 包括翻译、保洁、酒店员工和司机、外加1.9万名志愿者 但不是所有志愿者都将在闭环内 中共当局称 闭环内有72家酒店 4000多辆指定车辆用于接送冬奥会人员 泡泡管控能封堵奥密克戎吗?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中国民主运动月刊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这样告诉记者 他说 我用中共自己的说法来反驳他 前几天 海淀区发现了一例奥密克戎感染者 这名感染者没有出过北京城 后来中共官方称 该病例受感染是因为接收来自加拿大的邮包 冬奥会有这么多运动员从海外进来 他们不但要带自己行李 还要带很多运动器械 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奥密克戎 一个加拿大的邮包就已经搞得北京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员 相关人员进到北京 以他的逻辑来说 冬奥会期间就会是奥密克戎大爆发的时候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 奥运会银牌得主黄小敏也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北京是无法封堵住奥密克戎的 病毒是看不见 摸不着也抓不着 控制不了 陈维健还对中共所称病毒来自加拿大的邮包表示怀疑 他说 北京的邮政部门也说他们检查过所有跟这个邮件有关的邮政人员都没有发现感染 照理来说 邮件接收者被感染了 许多邮政人员都接触过这个邮包 他们就应该首先被感染了 习视察泡泡难解各界忧虑 尽管这种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风控措施会让各国参赛来宾不适应 但当局坚持这样做 北京冬奥组委会1月4日启动闭环管理 宣布冬奥三大赛区 北京 张家口和延庆的所有比赛都会在封闭中举行 即闭环管理 北京规定 参加冬奥的所有人都要接种过疫苗 想选择医疗豁免的人必须在比赛前隔离21天 而进入闭环管理的泡泡后 每人每天都将接受新冠检测 风控措施显然出自中共最高层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月4日视察了冬奥筹备工作 新华网用较多文字和图片报道习近平行程 显然想淡化泡泡的集中营形象 包括习道国家速滑馆 媒体中心 冬奥村 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及训练基地等 官媒称 这是自2017年以来 习近平第五次实地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 然而 习近平为冬奥背书 并不能完全缓解各国运动员前往北京参赛的顾虑 路透社报道说 对加拿大奥委会来说 目前最大担忧是让运动员在没检测出新冠阳性情况下进入北京安全泡泡 并要在中国接受三至五周的隔离 Cock主席舒德伟在2022新年前夕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 如果加拿大奥委会认为运动员的安全受到影响 将毫不犹豫地取消参加北京冬奥会 就像2020年3月那样 当时他们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东京夏季奥运会 北美国家冰球联盟去年12月说 不会派球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 理由是疫情严重扰乱了其日程安排 黄小敏告诉记者 如中共还有点良心的话 按现在情况来说 他是不会在这么大疫情的情况下举办冬奥会的 他会不择手段 不惜一切代价开冬奥 他要把冬奥开起来 黄小敏说 中共为此准备了四年 如果不开的话 他会认为丢不起这个人 中共的想法就是他能战胜一切 病毒也好 来自世界各国的压力也好 他都不在乎 他只要能把奥运开起来就行 东京奥运 PK北京冬奥 习近平日前视察冬奥场馆时称 顺利举办及成功 去年举办夏季奥运的日本 在赛事期间 仍难免出现选手染疫状况 这次在闭环泡泡中办冬奥的北京 真能经受住泡泡中零感染奥密克戎的考验吗 公开信息显示 东京夏季奥运会防疫政策管控远不如北京严格 参与者未被要求接种疫苗 未接种也不需隔离 虽他们被要求尽量留在奥运会相关场馆内 但仍有很多机会与外界互动 包括在便利店和当地餐厅取外卖食物 与此同时 东京当地新闻媒体和场馆工作人员可从家中通勤到奥运场馆 奥运会观众在经过14天更严格限制后 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城市中自由移动 北京冬奥对城市管控采取了和东京相近的做法 不封城 但对待赛事和人员则与东京的宽松做法大相径庭 关在泡泡里到冬奥会结束直接送走 对如此众多车辆和人员在闭环中频繁运作难保发生事故的担心 迫使北京市交管局发布了如下提示 交通出行中将乘坐贴有闭环管理标志的专用车辆 一旦与这些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市民应做到不与车辆和车内人员接触 等候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封村部封城北京为面子强行开幕 北京将冬奥关进泡泡中进行 但面对日益严峻的北京疫情 又宣布布采取和西安、天津等染疫城市同样的封城措施 不同做法引外界关注 北京冬奥组委会1月11日声称 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中国如期办赛的决心坚定不移 让当局史料未及的是 宣布布封北京城之后的1月15日 北京疾控中心又报告了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还公布了海淀区那名患者的17个出行轨迹 1月18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称 本市又新增确诊病例和核酸阳性者 1月19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也称 1月19日零时至18时 北京市新增核酸阳性 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快速传染 使得中共的动态清零战略陷入严峻情势 对此 大陆作家王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共为堵住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管控得很紧 只要是阳性的 甚至是跟阳性的接触过了 哪怕没碰过面 比如在一个商场 只要有一个人是阳性的 那就整个商场封掉 当时在内的所有顾客就全部隔离 北京卫健委声称要坚持贯彻外房输入 内房反弹的总策略不动摇 但也承认 全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 中国新年将至 人员流动更加频繁 会给北京冬奥和冬残奥带来巨大挑战 就冬奥开幕前疫情大爆发 北京当局是否会强行开幕的疑问 王全认为 肯定会如期进行 陈维健也表示 我觉得两个多星期以后 就是北京奥运村疫情爆发的时候 当然 爆发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 但现在不停的话 不管疫情爆发的怎么厉害 中共不可能停止 关于爆发的程度 陈维健分析 现在各个国家已经告诫自己的运动员不要带手机进去 因此 即便发生了感染 信息也很难传到外面 要等冬奥会结束以后才会传出来 他表示 运动员也只能了解身边的事情 他们是分组比赛 最多只能从他们自己的比赛项目中了解到一些情况 而每个不同的项目都是分开进行 中共会以疫情为由 把他们分割得更加严密 他说 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有限 他们得到的资讯也非常有限 陈维健质疑 本来中共完全可以以疫情理由推迟奥运 像朝鲜 他就非常明确地说就是因为疫情不来了 中共还表示非常理解 既然朝鲜这个小兄弟因为疫情不来还非常理解 那何不在这个时候趁这个机会把奥运推迟呢 黄小敏也表示 按照中共的处理方式 他能不说就不说 能不传就不传 他会把这件事情最大限度地压制住 冬奥会最长也就两三周的时间 他会尽量地不让外界知道病毒传染的程度 他不会说实话 北京冬奥将成为史上最无趣奥运 对于中共的泡泡闭环会为各国运动员和记者带来怎样的心情 陈维健说 他们会怎样想就只有回国再说了 因为在中国 中共肯定会监控运动员的手机 不让他们把消息往外转 黄小敏表示 中共从来就不会去体验对方会受到什么伤害 他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他说 冬奥就短短的几天 结束了运动员也就回去了 但他要达到他的目的 他不可能让运动员拿着手机去拍 让记者去报道真实情况 中共的泡泡管理 目的就是把人卷在里边 不让你知道任何信息 王全也表示 这次奥运会是肯定不被外界看好 不要说外界 国内我估计也不会看好 国内很多行动都受到监控或制止 大家好像都很冷淡 讲起来有这么件事情 但从心里大家都很平静 很冷淡 时刻新闻播报